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三十三载 红发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面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 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 座落于台南市归人区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之业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 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 映入眼帘近视绿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 风景秀丽 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 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 更显其生机勃勃 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 收养了包括100名四只的狗 以及171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 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之门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田地 两者虽数不同物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 狗儿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比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减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谋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体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 渐渐恢复风硕亮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肢们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悉 猪肢发出的声响也不分宣指 有的悠闲地躺卧 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母后的围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栏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 及灵性之会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 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深深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 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了土 中华护生协会 广妖宁一同加入护士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鱼生 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生命电视台北生命道场 举办传授八关灾解 继否田大贡 恭请战利法师主法 日期2月28号星期五 上午8点半 下午恭送孔雀明王金 曝生祭甘露时时 地点台北生命道场 地址台北市名声西路300号二楼 联络电话 02-2550-9900 02-2550-9900 访会备有免费消灾超见牌位 供大众填写 新逢世家摩尼佛出家纪念日 生命电视台南道场 举办传授八关灾解 礼拜慈悲三倍水颤 护生点灯供水 耀拱即甘露时时法会 恭请战德法师主法 日期3月1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地点台南道场 地址台南市中西区 府连路106号一楼 联络电话 06-213-1112 06-213-1112 竟邀时方大德参与法会 庄严道场 排位超见予率免费 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支署 防疫师 黄世泽 居家隔离和居家检疫 最大的不同是对象 居家隔离是针对于 确诊个案有接触的民众 居家检疫则是针对 由中港澳旅游史 或是韩国旅游史的民众 虽然对象不同 但是要做的事是一样的 1.一定要留在家里或住宿地点 不能外出 绝对不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2.每天记录体温和身体的状况 3.自己和家人都要勤洗手 不要触摸眼口鼻 4.最好有独一的房间 与家人避免一公尺以内的接触 避免同桌吃饭 或如拥抱、亲吻 或信息为等亲密的接触 如果不得已要共用家具或是卫浴设备 请每日以漂白水消毒三次 弟子私食一个月在自己家里坐 检疫严供 但是上个礼拜发生车祸 不知道是否仪轨没有做不好 没做好还是有其他要改进的地方 你要这样想 好在你有私食不然早死了 这个车祸只是一个众业轻暴 不能退转 对不对 所以车祸是一个业 但是你私食也是个上报 然后众业轻暴 然后更认真做 这样就好了 众生功德书盛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伙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rzlichركウ 뛰떤 放 MD 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有四大殊胜日 在这些殊胜日发心 行善 则功德可增长到万倍 甚至到亿倍 从葬礼元月一日开始算起的一个月 即为神变月 请吃素 鼓声 识咒 念佛 点灯 诗诗 诗要 进掌极资 恒诗吉祥 回向世界 风雨顺时 无有灾难 众生无病无苦 消灾赠福 发菩提心 福慧圆满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佛对一切众生 都像对自己的独生子一样 我们要以佛为榜样 慈悲爱护一切众生 愿各位早日成佛 光无一切众生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法讲座 众生无边是远途 烦恼无尽是远短 法门无量是远选 佛道无伤是远逞 愿消散张煮烦恼 超远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张喜消除 世事长心菩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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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